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的11月12号星期一 嗯 大家好 今天啊 周立波在他的这个微博上放出来了呢 三段呃 胡杰和燕君的录音 呃 三段加在一起呢 总长差不多到了36分钟啊 嗯 刚刚呢 我跟我老婆我们一起呢 把它听了一遍 听完之后呢 这个谁啊 这个唐爽啊 马上出来 就说说这个录音呢 很明显是被剪辑合成过的 呃 我听完之后呢 我 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这个录音 我听起来不像是有特别明显的剪辑和合成 嗯 我不知道你的观点怎么样 我觉得也听不出来 也听不出来 嗯 听着还是像是就是说 呃 就正常的录音 对吧 对 要么就是剪辑的特别优秀 或者是剪辑的这个技术特别的高超 但是听起来不像是 而且呢 说实话 这个里边其实也不能算是有什么特别的对唐爽不利的消息 因为这些消息这些说法呢 实际上周立波之前都说过 只不过呢 因为没有呃 没有像这个录音放出来的话呢 没有一个证据 这只是算是证据出来了啊 那整个这个来讲呢 就是说呃 唐爽就是说应该是燕军跟胡杰说 说这个事呢 好像跟唐爽有关系 是因为唐爽呢 给了他这视频 他这录音里边说呢 说有四个人啊 这个这个录音呢 我就不在我这放了 因为周里波尔微博上都有 大家都能看得到啊 都一搜都搜到了 大家可以自己听一下啊 在这个录音里边来讲呢 燕军呢 跟这个胡杰说 说他呢 认识一个纽约的一个副总警司 嗯 纽约州的一个副总警司 说这副总警司 说呢 说是FBI呢 在查这个案子 说呢 是因为呃 唐爽呢 跟某某四位吧 说里边有叫什么王东 王东的啊 一位呢 说这四个人呢 是中国人 到了美国呢 要窃取美国的一些高科技的一些 核心技术 是吧 核心技术 那这个事情呢 就是说呃 在最近这几年内比较多 是吧 中国来的 而我们也知道呢 像唐爽 现在呃 他在MIT MIT麻省理工学院 在他们研究的这些项目来讲呢 实际上都是美国一些高科学技术的一些产业 是吧 这是的确呢 里面包含一些的敏感信息 呃 之前这几年的中国的确呢 派了很多的这种类似的这种人 呃 好像就是说装扮成所谓的什么这个交流的这些学者呀 科学家呀 来了美国 就想拿这些这些材料 然后他们来了之后呢 因为他们也没有没有渠道嘛 那么就来了呢 就反正通过送礼物啊 请吃饭啊 结交各种的 就像唐爽这样的人 看看能不能拿到一些技术和材料 那唐爽呢 呃 据说前几年就被吓得有点好像都要坐轮椅的节奏 是吧 觉得被fbi盯上了啊 甚至呢 这个是这个音频里面还说说唐爽呢 好像说是要找什么 要找福州人 给他想办法做什么集装箱 要偷渡回国 要跑回国啊 就是说 反正把唐爽也是给吓坏了啊 说明呢 这个唐爽自己心里也明白 他跟类似的这种人呢 就是说接触过 而且呢拿了一些好处 可能呢转让了一些技术啊 这个来讲看来是的确存在 那对于fbi来讲呢 可能就觉得唐爽转让的这些技术呢 并不是特别核心的技术 或者说呢 人家可能就是说放长线呢 钓大鱼 之前呢 我们说我在比利时抓了一个人 后来引渡到美国 就是说美国人人家抓他的时候 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就是说 不光是你叫什么姓什么 你做了什么 我有我掌握了 跟你连线的那个人叫什么姓什么 他的这个就是说掩盖真实身份的 那个虚假身份是什么 这我肯定知道 对不对 连他的真实身份 他到底是中共 就是说是国安哪个局 什么部的 他真实的姓名是什么都知道 对吧 连他的领导都知道 连你们就是说拿了这些信息 你们卖给谁卖了多少钱 人家都知道 所以呢人家呢不会说 一抓到你的马上就收网 人家呢就是放长线呢 钓大鱼 有可能长期的监视 那唐爽有没有可能 长期在FBI的这种监视名单上呢 说实话 以他所在的这个学校 所接触的这个领域 所接触的这个领域的一些核心技术来讲 这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一直呢被FBI呢 监控和监管和监视啊 这个我觉得呃 对此来讲呢 唐爽也没有必要好否认 唐爽现在好像 后面都把这个事完全否认掉 是吧 那至于这样子呢 也比较真实 是吧 之前不也谣言说 说这个说中国来的 所有的这些留学生都是间谍 是吧 当然传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因为文科我就说文科你像你们翻译系见什么点 你偷什么有啥 你有什么科学技术能偷是吧 偷不着啥是吧 呃你像我们学数学经济的也偷不着啥 肯定都是他们那些学理工科的 可能还有机会能接受到一些东西 对吧 呃 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就最近这几年呢 就是说那些比较敏感的专业的 连这个交流访问学者根本他连签证都拿不到 对吧 从大使馆都不给你签证 你连来都别来 是不是 呃这个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这个事情基本上 我从我来讲 我觉得百分之七八十是可信的 就他们在这个录音里说的这个事情 呃 呃 是不是因为这个事抓了唐爽呢 然后呢 把周里周里波当然就那意思 这是FBI要抓唐爽 我呢是被误伤了的 对不对 我觉得呢 哎就算是的话 就算是对吧 但是枪和毒呢 不是唐爽的 对吧 周里波放这个音频就想说 说枪和毒是唐爽的 是FBI栽赛散害的 这个呢 完全没有关系 跟FBI没关系 就算唐爽 唐爽卖的技术 卖了 的确 盯不盯他盯他了 但是跟你周里波这个枪和毒没关系 毒呢 还是你老婆承认的那个范姓的那个经济演员给你的 对吧 你老婆已经承认了 这你推不到唐长去了 枪呢就是燕军的 也跟唐长没关系 所以你现在放了这个之后呢 说一时代的对周里波 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周里波现在已经有点就是说谢斯底里了 我觉得有点失去理智了 你包括曝光燕军的这个老丈人 这个前这个河北的这个省长 这张什么来着 那个我也不说人名字了 曝光人家就是说 我要说坑爹的改成坑岳父了 是不是 你曝光他就已经呢 就是说其实惹怒了部分中共的高官 对吧 中共一些高官来讲呢 就是说你爆料 你真有什么用也好 对不对 你跟他女婿 而且还是前女婿打起来了 让你报个高官 因为官官实际上是相互的 周里波这么做呢 其他的高官也是很不满意的 因为中国现在做到省部级的高官 谁进报啊 报出来谁都有问题 对不对 你周里波 如果你今天你能够为了一点屁事 把他报出来 明天我的女婿会会把我报出来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会不开心 对周里波这事已经很反感了 然后你现在又报唐爽 唐爽卖的这些技术卖给谁了 不开始卖给中国人了吗 对不对 这些中国人哪来的 这些中国人跟唐爽买技术 或者给唐爽一些好处 给他一些钱 这些钱哪来的 不是中国政府的钱吗 你这样曝光不等于 你现在美国天天的美国要制裁中国 就是说中国在窃取美国的一些高科技技术 你这个音频一录出来 不等于不打自招 就承认了我们中国人唐爽 在你MIT拿了一些设备 然后把它卖给了一些中国的一些 怎么说 你可以说他是国安 你对于中国来讲 他是国安部的对吧 为中国政府工作 对于美国来讲 不就是中国间谍吗 对不对 其实说白了不就是不就是唐爽卖了一些他的MIT的一些技术给中国间谍吗 对不对 你这个来讲的话 首先来讲 于中国政府眼面上就不好看 对不对 中国政府可能不愿意承认这事 对不对 你这么曝光了之后 我觉得周立波是在作死是吧 而且你对你自己有好处吗 真的洗清你的罪名了吗 也没洗清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周立波 我现在觉得周立波同志 您要能看到这视频的话 我建议您赶快来美国 别在中国待着 你这么在中国待着 我感觉你可能活不长 你说是不是 你有点你现在得罪人得罪的太多了 你从头到尾 其实周立波做这个事就为了一件事 就为了洗清自己跟毒品没关系 自己是不涉毒的 因为中国对演艺人员如果涉毒的话 影响到他的演艺事业 我觉得周立波 如果你到现在 你还有一个幻想 对你的演艺事业 你还有幻想 你还觉得你还能继续登台 继续能在中国挣钱的话 我觉得你的心智已经时长了 知道吧 你基本上你已经完了 你现在已经就是说又黑又臭了 知道吧 你就别想这事了 不要再报了 这么报下去对你没有好处了 而且我建议你尽量离开中国吧 你这么下去 你得罪了很多人 你今天报的这个音频 把国安都得罪了 明天搞不好 国安就要想办法治你一下 对不对 你不能够说你谁出来之后 你为了你们自己一些私人院 把我们国安的名字都报出来了 把我们国安在美国做的一些 脏车烂车都报出来 对不对 国安现在怎么办 我就必须得治你周立波 知道吗 杀鸡给猴看 让你所有人明白 知道吗 你们斗你们斗自己的 别咬我们国安 咬我们国安 我们国安给你个压看看 让你知道知道我们国安是好惹的吗 对不对 你像那些前省委 什么什么省长什么的 也会想你周立波你这么搞 是不是 我们叫你知道 知道锅儿铁打的 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随便咬人 对不对 你看看崔永元在这随便爆炸随便咬人 看什么下场了 现在天天被人家死狼威胁也好 被查也好 对不对 我不知道周立波是怎么想的 反正我觉得周立波就尽快离开中国 好吧周立波这事说完了 咱们说唐爽 唐爽呢 我觉得也就别回去了 就在美国待着吧 以目前这个情况来讲 我认为要当初我就说 当初我说我说唐爽以MIT来讲的 PhD对吧 MIT的博士 在现在的这个位置上实际上是不对的 我说混的不算太好 很多人说你就吃醋嫉妒人唐爽 我还真不是 我是看得起唐爽 我觉得唐爽其实是很成功的年轻人 他应该比现在更有作为 现在来讲他处在这么一个位置 我觉得可能也就是跟他之前卖过一些材料给中国人有关系 很有可能唐爽自己都不知道 有一些敏感部门已经把唐爽拉黑名单了 他根本就去不了美国的那些高科技的敏感部门 那些人根本就不要他 所以他现在只能在像这种大学的一些小研究所里搞一些 就是说不是那种最顶尖的科学技术研究 你觉得有可能吗 有了 如果他是被FBI盯上上的FBI名额到有可能 可能他就是不能够再接触那些东西了 所以对于唐厂来讲的 我觉得唐厂在美国发展下去 恐怕发展的空间不太大了 对吧 因为你自己心有数 对吧 你如果没有把东西卖给那样什么王东什么的人的话 你也不会判成这样 你肯定是卖了 对不对 你卖了然后FBI可能还他妈知道了 对不对 那你就臭了 在美国来讲的话 他是有一个credit的就是说你的信用 你的信用在FBI那 在你高科技领域你是破产了 对不对 你拿了美国光线领域拿去卖钱 你基本上在美国 你不可能再去特别重要的部门了 所以我觉得你回国发展的可能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然后说实话唐爽 再跟周立波的这件事情处理的不好 其实你从中为你不说话 你围处你一个义正言辞的科学家的一个形象比较好 你现在在中国说实话也有点臭了 你现在真的回国去发展去高科技领域高科技部门的话 我觉得也有点小问题 你觉得反正唐爽现在真的是不好 所以我给唐爽的建议之后 就是这个事从现在开始沉默是金 不要再说话了 他们燕君和周立波再怎么吵吵 你不要管了 因为你现在给我们一种感觉 你得了可能某些人的好处 因为周立波回国之后并没咬你 主要还是咬燕君 其实他都说是燕君的 栽赃陷害了他 结果燕君还没说什么 你先跳出来了 给我们一种感觉好像你是现在在维护燕君 你为什么维护燕君 我们就不知道了 对吧 反正今天的视频里 今天的音频里 燕君跟胡杰承认了 他在国内给唐厂钱了 而且给的是现金 所以在账上没有记录 对不对 这个是燕君承认了的 反正唐厂肯定说的 这也不对 他没给我钱 但是现在看来 我比较倾向于认为 燕君的确给他钱 给他现金 没有任何的记录 而且燕君也曾经想过 要给唐厂买一套房 乘乘送他套房 这都是有 那么后面的就是说 现在很明显 唐爽就是说 极力的在维护燕君 那么为了什么 我就不多说了 我想这种东西 人为财死 鸟为食王 也无口互非 但是说实话 唐爽 唐爽把他的这些资料 卖给人叫什么王东的 也是为了钱 我觉得唐爽 从头我就说 就是说两张桌吃饭 旁边坐着周立波 你唐爽能过去 能跟周立波搭个上 然后能贴上他 能从里面得好处 你甭管他给了你一些旧衣服 还是旧手表 你拿了 我说也是别人给我点旧衣服 旧鞋 旧手表 我就给人退回去了 对不对 不当然也得看多少钱 那是看多少钱 真的特别贵的话 我可能也就笑纳了 我也别装孙子 是不是 我也不想装孙子 咱都实实在在 你们看出来 我也是实实在在的人 对吧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 你唐爽真的 你为了这些迎头小利 丢到的东西比较多 我觉得你现在彻彻底底的离开这个事情 离开他们这帮人 真正的把你的精神 投入到你的科学研究里边去 以此来证明自己 你还有机会 但是在美国你可能是够呛了 我给你回中国 回中国的话 如果你真有本事 中国现在因为你看咱们这一次的中美贸易战之后 发现咱们高科技领域有很多的欠缺 对吧 芯片行业很多欠缺 各方面的吧 反正科学领域都有欠缺 我们现在是急需像你这样的人才 如果你回去 你真能做出点事业来的 我觉得中国可以不计较以前的那些东西 对吧 这是对唐闯 我们说完了 对于燕君 说的实在 今天在听音频的时候 咱俩就聊天 就说就觉得燕君 实在从而到为有他什么事 他还喜欢瞎参谎 跟谁都参谎 是不是 那你当时说了几句对燕君的感慨 你要不你再说说 你说说你对燕君的就是说你的一种认识 我觉得他还是比较讲义气的一个人 他可能真的把这个周立波和唐爽 当成自己的朋友去保护他们维护他们 尤其是这个唐爽 他相信唐爽是被FBI盯上了 然后他就不想把他抛弃 他觉得还是要保护他 当然了保护他也是为了保护自己 因为他觉得FBI认为他们都是一伙的是一个组织 所以他虽然为了保护自己 但是他也不抛弃这个唐爽 他也在维护周立波 我觉得他可能还是一个比较讲义气的人 然后我还开玩笑说他可能在美国待久了 人就有点单纯了 就是特别对朋友特别就是掏心掏肺的 也有可能吧 有可能 但是说实话 他在接受王菊的采访的时候 我觉得他说的是好像都是对周立波 对涛涛是掏心掏肺 但是实际上很多的时候 案件还是设向了周立波 比如说周立波跟他出去玩 隔一段时间就要消失一段 实际上就在暗示周立波去吸毒 对吧 但是现在来讲看来周立波吸毒的这个事 是有点要做实的 要不然这个泛性精英演员 为什么给他送毒品呢 对不对 他的前妻也曝光他吸毒 是吧 我以前认为他可能吸的是那种瘾比较大的 但是很多的网友跟我们说他吸的可能是那种 就是说那种冰毒就精神上的 对 反正肉体上还不那么太明显的那种 那现在看来呢 我也 我呢也要承认 就是说我的观念也在改变 我现在也越来越倾向于认为百分之七八十吧 认为周立波看来跟这毒品的多多少少是有一点关系的 是抹是抹不干净的 所以这个毒呢 跟燕菌和糖尝没关系 就是周立波了 枪呢肯定是燕菌的 从我现在来讲的 我比较倾向于这个枪啊 好像就是周立波自己可能是玩完之后不知道怎么就搁那了 有点有有点这种感觉啊 嗯 对于燕菌呢 你的观点呢 我还是比较同意的 但是那个枪上没有他的指纹 没有他的指纹 这个事呢 呃 咱们以后咱们再再看看咱们咱们再说 这也是这这一直是个疑点 就是枪上没有他的指纹 说他 咱再说没有他的DNA 比指纹还要更严格 这个这个还更苛刻啊 嗯 关于燕菌呢 呃的确就是说我之前呢 也对燕菌的印象不错 一直以来就这个事啊 发展过来之后呢 说实话 从唐爽周立波燕菌这三个人里边看起来啊 就是说挫子里拔将军啊 燕菌是他们仨里面人品最好的一个 是吧 是最好的一个 但是呢我又有点呢 有点害怕 我倒不是害怕燕菌啊 我是什么呢 因为我北方人天津人你知道吗 我们北方啊 专门有这么一种人叫什么的流氓假仗义 嗯 知道吗一来就 兄弟没事 这事儿包在哥哥身上全看哥哥了 没问题 你甭管了 你就回家你等好 全都是我的 知道吗 就有这么一种人 特别仗义 你知道吗 我吃过一些亏 你知道吗 所以呢有点担心 我就担心他是不是也是就这种 那这种人呢 你这里边呢 我们天我们 你还别说我们北方啊 是有真仗义的 嗯 是是是有真仗义的 真仗义的还比较多 北方人虽然骂街啊 孙子啊 真有哪个呢 骂套 你知道吗 以前我不是说过吗 天津就拿草你妹当那个打招呼 哎草你妹来了啊 兄弟 就这个你知道吗 但是呢他还真真仗义 你别看人是骂巴咧咧咧的 但是还是比较仗义的 就是说不仗义的呢 是少数 大多数都比较仗义啊 但是呢 人多的里面总有一两个坏的 对不对 就你包括你看 算了 咱不咬别人啊 咱先说天津人啊 天津人绝大数比较仗义 但是个别有那么一两个不太好 所以呢 但是我有时候 因为我是接受都是那种仗义 都 但万一有一个呢 我就吃亏了 所以呢像这种呢 我现在一接受之后呢 我都会先稍微呢 再交往一段看看是吧 考验考验啊 同志们都需要 都需要考验考验过才知道 反正现在看来呢 我跟你也比较像 比较倾向于燕军呢 还是一个呢 比较仗义的一个一个人啊 因为这个事儿感觉 跟他没什么关系 他就有点热心肠 或者呢 也有可能像你说的 在美国呢 可能真的就是好山好水的 好无聊 天天的那个生意呢 有秘书们在干 是吧 就怎么说呢 叫有事秘书干啊 没事干秘书 这个就是属于知道吧 闲的呢 没事知道吧 事儿都秘书干了 秘书呢 也干烦了 然后呢 就跟涛涛呢 和爽爽呢 一起呢 玩他 他俩把这当玩一样的 好像他当个乐啊 有点这种感觉 但是呢 咱们后面看 我对他有点担心 因为他接受王志安采访的时候呢 说的有些话 我不太喜欢 有一些我感觉就是说 名字是很仗义 暗地里在害周立波似的 是吧 嗯 也有可能 好 本来呢 就是说周立波这事儿 本来就不想说了 没想到今天呢 又出来这么一段 然后呢 有一些网友呢 对这个还感兴趣 想让我们说有一些呢 可能就不喜欢看 是吧 但是呢 我们今天还是聊聊 因为还是觉得挺有意思 是吧 那今天讲到这里 好 那谢谢大家